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就会煮一个黑椒蘑菇鸡筷 看看我买了什么材料 这是鸡腿肉 蘑菇 还有一条大葱 因为太长了 拍给大家看 就是这种 鸡腿肉洗净之后 就要把它收拾一下 这些就不要 把它切成桿 切得像麻酱那样大 或者大一点也OK 在半分之后 会一样的内蒜 也会把鸡腿草放近 很爽 不断 太厉害了 接着它 先放在压面 少许糖 蚝油 生抽 少许油 拌匀 腌大约半个小时 大葱洗净 切到头 斜切 很喜欢的 皮 这部分就不要 蘑菇洗净后就切成薄片 舌头会刮开 ok great 现在煎一煎鸡 加少许油 姜片和蒜片起锅 爆香 放入鸡肉 鸡肉 煎鸡肉 现在等它们慢慢煎 煎至金黄反地煎 盖上锅盖 快点熟 没有太多油烟 这边已经煎得很漂亮 已经金黄了 反边再煎 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因为鸡腿肉很厚 盖上锅盖 让它快点熟 现在等它煎一下 好了,现在两边都煎得差不多了 就加大葱 加大葱 加蘑菇 好了, Heat 炒均匀 现在闻到大葱的香味了 盖过锅炖 烤了大约2-3分钟 这道菜很香 闻到很香的香味 很香的黑椒和葱味 再加2滴生抽 炒均匀 炒均匀 可以上碟 上碟 炒均匀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黑椒蘑菇雞球 蘑菇配上黑椒汁 非常野味和香 超級客法 喜歡的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小鈴鐺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3 1 2 2 3